塞罗奥特曼 不错不错 你们谁喜欢塞罗奥特曼啊 我啊我啊 什么啊 可莉乔 我不要啊 这有什么好怕的 看我的 听说变神奥特曼可以领女朋友 我可以领到哪个动漫女友啊 抱负 你在干什么 毛利 你听我说 我我我我 太敢狡辩 给我死 逼逼东 我们来领女朋友了 嗯 相信还挺灵通嘛 今天来了不少单身动漫女英雄 不过 你们要变神奥特曼才能领哦 没问题 先让我来 迪迦奥特曼 你们谁愿意跟他走啊 我愿意 我选小五 可恶 小五就愿意被五六七抢走了 看我的 塞罗奥特曼 不错不错 你们谁喜欢塞罗奥特曼啊 我啊 什么 可莉乔 我不要啊 这有什么好怕的 看我的 谁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啊 我没愿意 这么多怪兽娘都选我 朋友们我该选谁呢 哇 大神哥哥好帅啊 哎呀 别就一般般帅了 小五 最帅的人难道不是我吗 呃 三哥 你也很帅啊 小五 我们两个到底谁帅 今天 你必须选出一个 这 我最帅 我可是史莱克最帅的男人 不 我最帅 我是全宇宙最帅的男人 我则是 是我 不 是我 哎呀 你们两个都冷静点 既然你们都想当宇宙第一帅 不如你们都来说说 黑话奥的名字都是怎么来的啊 谁说的多 谁就是宇宙第一美男 小意思 乔尼亚斯 我是来自U40 并非来自M78光之国的奥特曼 我的名字 来自于我的人间体形态 他本身就叫乔尼亚斯 东厅 我初次登场 就是以黑话奥的姿态问世 我的名字来源于神话故事中 一位堕落的天使领袖 我的黑话是必然的 哦 不 我是来自O50的奥特战士 我的名字由星军天体 和天之骄子的意思 这可能和我被欧布圣剑选中有关 毕竟是天之骄子嘛 我的名字是艾斯取的 这个词在地球的语言里 有最后的意思 他希望 我成为改来永久和平的最后的勇者 哇 永久和平 大善哥哥 你就是全宇宙最帅的 嘿嘿 对了 朋友们 在剧中 泽塔叫艾斯哥哥 艾斯又是塞恩的弟弟 塞恩是塞罗的老爸 塞罗又是泽塔的师父 那么泽塔该叫塞罗什么呢 使用皮股萌的变身能力 变身奥特之母 嘿嘿嘿 这下没问题了 三个逆子 非得踏着点来特训 我看今天谁敢迟到 霍雷基亚 泰罗 咱们的爸爸好像心情很差 要不今天逃学算了 哎 我有办法 嘿嘿 巴尔坦新人的隐身能力 这下能派上用场了 厉害啊大圣 你们就瞧好吧 嗯 我怎么感觉大圣就在附近呢 哼 还好我有准备 火眼金金 啊 大圣果然是你 过去罚战 啊 大圣失败了 看我太罗的 赶紧上场了 结盾瞬间移动 嘿嘿 成功了 哼 别以为就你会瞬间移动 我的赛加不但会 还比你的截盾强了 不知道多少倍 你们两个真让我失望 气死了 完了完了 他们两个都栽了 看来我是能用这招了 使用皮股膜的变身能力 变身奥特之母 嘿嘿嘿 这下没问题了 嗨 大圣 站住 你根本不是奥特之母 爸爸 你怎么知道的 难道是我没变身 不是 昨晚我私藏十年的零花钱 被奥姆发现了 他发表说再也不跟我玩了 我就是因为无聊才早起抓你们迟到的 啊 啊 这这这这这 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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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爸爸好爸爸 我有一个好爸爸 爸爸爸爸 我亲爱的儿子们 你们谁能打败我 今天谁就是我真正的儿子 谁谁救我 这个气场 这个BGM 难道是多次给各个次元宇宙带来巨大灾难 让奥特一组为只恐惧的贝利亚 哈哈哈哈 没想到我 被爷引退江湖这么多年 江湖上依旧还有我的传闻 贝利亚叔叔 今天有你住 大圣 你必须想多几少啊 那一会儿 全靠你了 没问题 交给我吧 大树 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我贝利亚叔叔的厉害 哈哈哈哈 去嘴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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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利亚叔叔 您不是我父亲的死对头吗 为什么还要来这里 那还不是泰罗这边福利好吗 这事 你就快认输吧 二者之父只有我一个儿子 贝利亚叔叔 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厉害 你连一个帮你的人都没有 还在这里吹牛 你再仔细看看 我身边的人是谁 你这个死老头 是不是长能耐了 老 老婆大人 你不是回星球去了吗 你上次藏的私房钱都没跟你计较呢 又在这里作妖 哎呀 不要生气嘛 我这就给你回家 原来欧特之父是个奇管炎呢 不不不要走 你还没说谢谢你真正的儿子呢 呵呵 这还用问吗 原来小丑就是我自己 求求你们了 点个赞安慰一下受伤的泰罗吧 奥特娘之步心动挑战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奥特娘 最近拖了一家奥特曼来了 奥特曼的时代来了 没错 我内心的技龙仿佛被一只困手给冲开了 没错 我们真的太喜欢帅哥了 所以我们今天准备做一个不心动挑战 话不多说 开始欣赏 初代奥特曼是我们最心爱认识的奥特曼 当时因为拍摄水平的原因 初代很难有拿出手的帅气动作 当时奥特曼打住一个技能不怎么抢的小怪兽 胸膛一挺 虽然由你来点 随后还随手拨开 整个B装的圆润光滑有弹性 足够初代吹上个几十年了 银河奥特曼最帅时刻 莫过于在怪兽面前英雄就美了 当时小怪兽突然出现 正要欺负小光的小好妹子 要知道小光可是有银河撑腰的 于是银河华丽丽也出现 当在妹子面前心想 这个B不仅要装还要装得有范儿 于是银河奥特曼仅仅容易一只手 就将小怪兽释放的雷电没收了 左飞奥特曼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嘴里的盐头队长 成为大家取笑的对象 然而支持而厚勇的左飞 当然不愿意安此现状 于是 有一次在为太空遇到一群外星人的舰队时 左飞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来就干 心想 救回老子不怕炸毁东西了 M87光线火力全开 一瞬间就干掉了外星人整个舰队 这已经足以让强强吃败仗的左飞 催一辈子了 银河奥特曼是所有奥特曼中 最受傲慢名喜欢的之一 而银河最帅的时刻 和让大家记忆最深的时刻 都是在对战最终大BOSS 鞋神加坦杰恶的时候 dolor是全世界心中 夸穿希望的孩子 都成为光 进入D加身体里 D加凭借着无比强大的力量 一拳就将普通形态 难以撼动的加坦杰恶打飞了 随后三拳两脚 就将这个祸害地球三千万年的东西 给灭得干干净净 看了这么多 你们觉得谁更帅呢 救命啊救命啊 臭鸟师 走开 不好 Nov Emily出事了 斎罗无限形态 诶 不是这儿 再试一次 什么情况 罗亚给他超能力失效了 赛罗 格里桥所在的游戏资源 你是没办法穿越过去的 那怎么办 我要救桥妹 诶 或许他有办法 但是 想要穿越的游戏世界也不是不可能 任一门 哇 那我们快走吧 救命 救命 骑奥特曼太盛 看我的 赛罗 格格还是你厉害 一般般吧 不好 大家快看 看我的 妈妈咪啊 大家快送门离跑出去 还好我们跑得快 诶 赛罗呢 不好 推出去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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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